東京慈濟志工陸續從禁思堂裡 把半祈福會的硬體設備 都搬上巴士 自311複合式災難後 每年12月 他們都得長途跋涉到東北 六個小時的車程 志工走了八年 但從來沒有人抱怨 一抵達石卷市 那家馬不停蹄 就前往老人宴探訪老朋友 92歲的伊藤永子 311時被海嘯帶走了全部家產 之後只靠著老人年金度日 但年邁的身軀 經常得和病母對抗 入不敷出 直到2015年慈濟援助 阿嬤的生活才得以喘息 很嬉鬆 大家都很愛 12月來的 這個時候 二十三個小時 對 二十三個小時 啊 台灣人來的 日本四十三個小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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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陪著伊藤阿嬤走過祖和屋 復興住宅的那段時光 每個月三萬日幣的生活不住 直到他住進老人院才終止 這份長情 讓當初的提報人相當感動 這幾年阿嬤除了熟悉的藍天白雲身影 最親近的就是伊藤興子了 像現在留下來的都是非常有心 就是很瞭解慈濟 知道上人在做什麼 平常一定要靠他們 因為我們太遠 一定要落地 要落實在當地慈善才會永久性 日本東北的本地志工 雖然只有十位 但人少 怨力大 他們不僅走入社區 也走進機構 期盼把慈濟的成語情 變灑 攻城縣 大愛新聞 楊錦慧 鄧志明 朱嘉莉 日本報導